我已經很融入太空的世界了 就學會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原來我們中國的火箭 也有很多傳說或者歷史的融入 我覺得我們走進來的時候 見到很多年齡的小朋友 現在又是聖誕 大家又放假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是剛剛今天放假的 我覺得來這個博覽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除了可以和一家人開心地享受之餘 也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怪不得今天來到也算是大開眼界 不過我覺得我自己當然最喜歡冬奧的火具 因為我都沒有考慮到原來在一個簡單的火具裡面 都會融入了一些創科的元素 所以我其實都挺驚訝 我想創科最能幫到運動是 可能幫到運動員去恢復得快一點 例如有一些類似太空床的工具 可以令到運動員可能本來要休息三天 但可能睡了那個瘡就可以一天就已經回復到 我覺得創科絕對可以幫到運動員 有更加好的訓練成果 我覺得創科長遠幫到運動員 譬如在他們技術方面可以怎樣 譬如我賽艇知道他用力的方式是怎樣 就知道他究竟哪裡做錯了 可以怎樣在這一方面針對這一方面去改進 創科博覽我最深刻的是坐那輛高鐵 因為他講到可以去到600公里 現在疫情又恢復以前 我們又開始有比賽 其實最累的是我們要去其他國家 比賽、練習的時候 所以我真的很期望會不會有一條 起到全球的鐵路 還會不會去到6000公里 我們就真的不用這麼周居勞動 很快就去到目的地 每次第一節 另一節 請感謝